在地新聞 鄉親說沒有最熱 只有更熱 這個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雞毛生涼生不出來 肉雞也減散 結果國產的雞肉大起雞 之前雞肉一公斤九十塊 現在表達十百二十五塊 起潮過三次 中華有一個不只有名的便當店 開店二十一年以來 第一次雞腿欠費 沒有雞腿便當賺不了 新鮮的雞腿肉 寄到金黃色菜 現菜的素材和軟 這就是便當店的交代 菜的雞腿飯 只不過 老闆在面前上面說 近幾天因為雞肉供應兇 沒辦法供應國產的雞肉 所以沒有雞腿飯可以賣 這也是開店二十一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的情形 老闆說最近雞肉比較貴 但是為了怕人家沒來買 所以新聞自己吸收 一百一十 漲到現在已經一公斤 一百二十五塊了 因為後一隻雞腿 和今年學校園後 風修家的關係 雞肉輸給增加 加上今年氣候變化比較大 雞肉生不出來 雞肉也減散 國產雞肉對六月增進 原本一公斤九十塊 一九月以來 起到一百二十五塊 起潮過三次 一天都買一碟吃而已 十多吃 十多吃 以前好買的時候 好買的時候 一至買五十吃也有 國產雞肉煮米這麼好 就算一公斤 介紹比淨口的雞肉 幾五十塊 台北婚的人 也會選擇國產雞肉 但是雞肉的介紹 在時間以來賣賣 少吃雞肉吃 為了行李 也只好會去京高安 驅動